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他排名第一,为何下场却最为凄惨。 唐朝时期,都城长安皇宫内,三清殿旁有一栋毫不起眼的小楼,人称灵烟阁,这栋小楼没有住人,而是陈列着二十四个人的画像。 这二十四人,可不是寻常人物,而是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一起打天下,做天下的功臣。 李世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,越到晚年,他越是怀念那些金戈铁马的日子,怀念当初并肩作战的那些小伙伴,怎么办呢? 李世民就专门在皇宫中修建了灵烟阁,请朝明画家严厉稳描绘了二十四个功臣的画像,陈列在灵烟阁。 这些画像大小跟真人一样,栩栩如生,面北而立,表示尊重了皇帝,史称灵烟阁二十四功臣。 画像会好后,李世民经常来到灵烟阁,一往西征容岁月,死后,人们便将灵烟阁当作从军报国,功成名就的标志。 唐朝诗人李克在《南元十三首》中说,南儿和不带无钩,收取官山五十周,请君赞上灵烟阁,若克殊胜万户侯,道尽多少英雄豪杰的心事。 灵烟阁中到底陈列了乃二十四名功臣呢? 他们分别是,赵国公长孙无忌,何坚王立孝公,来国公杜如慧,郑国公魏征,梁国公房玄鼎,申国公高世莲,恶国公玉池靖德,魏国公立靖,宋国公萧宇,包国公段志玄,魁国公刘弘基,蒋国公区秃通, 宋国公燕开山,乔国公柴哨,辟国公长孙顺德,云国公张亮,陈国公侯军基,谭国公张公锦,陆国公承咬金,永兴公于世南,行国公刘振慧,举国公唐建,英国公立基,胡国公秦书宝。 赵国公长孙无忌排名第一,长孙无忌,自府姬,河南洛阳人,他跟李世民的关系极不寻常,他们很早就认识了,两人一见如故,成为想知相交的好朋友。 不久,在长孙无忌舅舅高师年的主持下,长孙无忌妹妹嫁给了李世民,这样一来,李世民就成为了长孙无忌的妹夫,两人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。 当然,长孙无忌能够在公臣云集的林阳阁,占据第一名的位置,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的舅子,更多的,还是长孙无忌在李世民集团中,发挥的巨大作用。 随朝末年,李世民随父亲李渊,在山西太原起兵,长孙无忌前来投军,成为李世民的智囊之一, 死后,长孙无忌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,不离左右,他参加了与李世民有关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,立下赫赫功劳,是李世民天策府的重要成员。 长孙无忌对李世民做出的最大贡献,是参与了玄武门之兵,我们知道,李渊称帝后,立党子李建成为皇太子,可是,李世民功勋着着, 不愿意屈居于李建成之下,李建成肯定也是不会让步的,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,最终酿成兄弟残杀的悲剧。 626年6月4日,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再三劝说下,李世民帅秦雄,魏池公,程之杰,侯军吉等人在玄武门设下埋伏,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射杀,这就是昭明的玄武门之变。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,成功地夺取皇位,长孙无忌立了首功,因此,长孙无忌排在陵阉阁二十四功臣第一位,当之无愧,实属名归。 基于此,李世民终生不忘长孙无忌的辅佐之功,他曾经多次对大臣说,无忌聪明贱物,雅有无虑,我有天下,多是此人力。 甚至到了临死之际,李世民念念不忘的还是长孙无忌,当时,他身边有三人,长孙无忌,李治,楚遂良,除了李治是皇太子外, 另外两人都是朝廷重臣,李世民将诸遂良换来,不是托乎,也不是托复国士,而是握住他的手,千叮宁万祝福,让他善待长孙无忌,而辅政后,勿领禅悔之土损害无忌,若如此者,而则非复仁臣。 李世民死后,李治登基位帝,侍卫堂高宗,李治宠幸飞的武则天,想废处王皇后,改立武则天明皇后。 这天,李治带着武则天去长孙无忌家里吃饭,赏赐金宝增锦石车,又任命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,魏朝散大夫。 其间,李治称王皇后没有子嗣,暗示长孙无忌支持废后。 可是,长孙无忌却顾左右而言的,装作不明白李治的意图,这让武则天怀恨在心。 没过多久,李治不顾诸遂良,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,下召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,随后,李治又以毛反的罪名, 下召削取长孙无忌的官职和封义,留起乾州金湖南远水一带,后又令他自意。 长孙无忌死后,他全家被流放到岭南为奴婢,李市民地下有鼎,不知做何感想。